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西彌娜 那麼今天我們會帶來 神魔與刀劍合作的更多情報 那首先,合作的時間已經確定了 即將在下個禮拜 以8月7號開始到9月3號 是為期一個月的大合作 那通常神魔設計這種一個月的合作 就會是比較完整的內容 而且出的角色也會是比較多 那也希望官方這一次 好好的設計這次的合作角色 畢竟刀劍神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作 如果亂作的話 應該會被心爆吧 好,那這次官方釋出的美術圖中 已經確定了同仁跟亞斯娜的美術圖了 那這個應該是最基本的一些版本 因為這些角色後面可能還會有進化 為什麼說這次合作的角色後面會有進化型呢? 因為稍早在官方的iOS網頁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已經公佈了這次合作的範圍了 沒錯 從SAO到ALO到GGO都有合作到 所以這次橫跨三個不同的世界觀 所以這次合作的角色應該會是蠻完整 而且蠻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麼這次合作有簽到SAO SAO就是他們第一次進入的虛擬世界 也是故事第一部的一個最初的舞台 所以說這次合作很有可能第一週我們就會體驗到 神魔要怎麼還原這個SAO的世界 那其中呢 他的設計者是茅廠經驗 這個很有可能也會成為第一個所登場的大BOSS之一 緊接著官方有宣布 他們這次也有簽到ALO的世界 那這個世界是第二部的主要舞台 並且在這個世界中呢 你可以發現到他們都擁有妖精的耳朵 沒錯 這邊他們來到了妖精的國度 並且玩家會化身成妖精而擁有翅膀 就可以在天上飛輪 所以其實光看他們有簽到ALO 就大概可以推測哦 可能這次會有一個妖精的種族會出現哦 並且主角們都會有二段進化的感覺 那尤其是童仁跟亞絲娜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造型出來哦 那並且在第二部的這個主要舞台中呢 其中的大BOSS就是虛相神之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看到這個變態 啊不這個很可愛的妖精來出現了 所以在第二部的部分呢 我想應該會在第二週或第三週的時候推出 那其中呢 就會迎來一個主角上面的進化 再來官方還有宣布 這次會簽到GGO哦 那這個世界觀呢 是第三部與外傳的一個舞台哦 那其中呢 他們已經開始拿起槍開始射來射去了哦 那這個是在虛相事件後 發布的The Seed的城市包創造的哦 那其中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他們在遊戲中的金錢 可以轉換成真實中的錢耶 哇這麼好 如果這個遊戲哪邊可以玩到 我也想來玩玩看耶 好那這個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 童仁有沒有發現他變妹子了 哦不對他是偽娘哦 哦在這個劇情中呢 童仁他變成了一個長頭髮的造型哦 那並且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有 屍奶的一個出現哦 他也是拿著一把槍 好所以這個世界的大Boss呢 就是死槍 所以很有可能會推出死槍的這個Boss哦 其實為大家介紹這次合作中很有可能會推出的角色 其中就是主角同仁 這是一定會出的哦 因為在官方的宣傳圖上面就有公佈了 這是最初同仁的一個造型 我們可以看到他拿著雙刀哦 呃準備使出星爆氣流斬的感覺 那其中呢 我個人推測了那 可能他會推出兩個不同造型的同仁 分別是ALO世界的一個 妖精的一個形象的同仁哦 那可能會從原本人類的種族 變成是妖精的一個種族 那其後呢 在GGO的世界中 同仁也留了長頭髮是一個偽娘的形狀哦 所以很有可能同仁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三段進化的設計哦 可以期待一下 再來是同仁的正攻 雅絲娜也是一定會出的哦 因為在官方的宣傳圖上面 就有直接釋出了 最初雅絲娜的一個美術圖哦 那其後呢 很有可能雅絲娜也會有進化型 因為在ALO的世界中呢 雅絲娜也有一個妖精的耳朵 那並且頭髮變成了藍色哦 所以這個雅絲娜呢 可能也會有二段進化的形態 再來同仁的後攻也一定要出的吧 其中我覺得 這有可能出的大概就是 麗法了 沒錯 這個就是同仁 精明能幹的妹妹哦 好 那這個出出來 應該會跟同仁有一些隊伍技能哦 比如說加三圍之類的 那他卡面也是非常香 非常的大 好 那其中呢 後攻之一 還有這個希莉卡 那這個希莉卡的話 他的個性就是有點笨笨的 呆呆的哦 呆萌呆萌的感覺 不過也是相當可愛 那再來 荔枝貝特 這傳說中的神之鍛造師 那在動畫中跟同仁也有不少的互動 所以出出來應該也是蠻香的一個存在 那麽提到同仁的後攻就不得不提 屍奶啦 那這次屍奶也有很大機率 會出現在合作中 因為這次合作已經有宣布 會出GGO的世界哦 那屍奶不要看他這麽可愛 其實他有一把很大很大的狙擊槍 所以要小心他的那個槍哦 好呢 再來的話 他也會出的我想應該就是黃金騎士 艾莉絲囉 那這隻角色呢 他本身外表看起來很堅強 不過他內心其實是相當細膩柔弱的哦 所以作為同仁的後攻也是一定要出的吧 再來我覺得也是會推出的一些合作角色哦 包括是克萊茵 他是同仁在SAO正式營運所認識到的首位玩家 所以對於整個劇情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 旁邊男二角的一個角色哦 所以這隻角色出出來的話 就可能會讓大家重新的回到了 當初看刀劍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隻角色可能也是一定要推出的 好 那再來跟大家提到的是友記哦 這隻角色是絕對最強的劍士 簡稱絕劍 他的故事相當的感人哦 那這邊我就不爆雷了 大家有興趣是一定要去看的 絕對會讓你哭著走出來哦 好 那這隻角色推出的話 我相信也是非常有紀念價值的一隻角色 那麼接著跟大家聊一下 這次很有可能推出的一些反叛角色 那這次已經確定會簽到 SAO ALO GGO 的三個世界觀 所以其中登場的反叛角色 我想應該都會出來 這是第一個世界所推出的這個茅場經驗哦 那其中他的設計是擁有很強的一個盾牌 所以我想在蛇魔登場可能會設計一個什麼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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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超高防禦力 好那再來 虛箱神職哦 那他是ALO主要的一個世界BOSS哦 其中他的最大特色就是變態 所以我不知道蛇魔要怎麼還原這個變態的部分哦 不過希望可以還原原場面哦 就是虛箱對於亞絲娜做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如果在蛇魔出出來的話 應該會讓人家還蠻驚艷的吧 好那最後則是GGO的一個世界觀的BOSS死槍 那出出來的話大概可能可以跟他有一個 呃 狙擊槍還是什麼 槍械上面的對打之類的哦 也是蠻期待的 接下來我覺得反叛一定要推出閃耀魔炎 如果沒有推出這個的話 感覺就少了一些什麼味道哦 畢竟他可是讓同仁使出星暴氣流斬這個名場面的著名敵人哦 那希望可以在蛇魔中玩到這個著名的橋段哦 可以還原當初10秒16下的一個經典畫面 那麼這次刀劍合作會推出什麼種族呢 那我個人覺得很有可能會是人類跟妖精為主的一個改版哦 其中我覺得妖精很有可能就是這次改版的一個主軸之一 那其中這次合作有提到他會推出ALLO這個世界觀 那其中 同仁加斯娜都變成了一個妖精的形狀哦 那所以很有可能會是以妖精的種族去做推出 那其中呢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月份的LV史看到 他有一個場地特性會讓妖精攻擊力提升 那通常神魔這個LV史關卡 都會做球給一些近期推出的角色跟種族哦 所以這個做球很有可能就是暗示著 甚至刀劍合作會把強度做在妖精這個種族身上哦 那所以說妖精可能又會有一批很好用的卡片即將推出了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神魔與刀劍合作的一些相關情報啦 那這一次神魔與刀劍合作雖然這只是個遊戲 但可不是鬧著玩的 OK所以說大家喜歡刀劍的朋友請分享給身邊一樣喜歡刀劍的朋友 就一起來回顧神魔吧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哦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種分屍影片的話 不用了按個喜歡給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讓我們更有動力做類似的影片給大家 也不用了按下你的按鈕哦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一有新的影片就會寄通知給你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這次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